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娘这也晕过去 周围这些邻居 包括张教徒在内 大家伙全都慌了 哎呀快点 邻居有几个女眷过来扶起真娘 扑了前胸 垂在后背 张教徒在旁边说 林冲 刚才我跟你说了没有 我不让你写这修书 你非得写这修书 你看看 林冲一瞧 岳父 我林冲是这样想 我堂堂七尺男儿 不能保护我的妻子 还有何言辨做个人呢 林冲 你别想那么多了 我知道 你有你的想法 你怕走了之后 那个高崖内再来搅闹 这个你放心 你走之后啊 我就把真娘 还有锦儿 全都接到我家去 我家里边那点钱呢 够养活他们的了 真娘和锦儿 他们不上街上去 那高崖内又能如何呢 啊 你想的太多了 正这个功夫 真娘 苏醒过来 真娘一睁眼睛 官人 你为什么把我修了 你为什么把我修了 官人 我跟你说 你活着 我就活着 这世上要没有你 也就没有我了 你放心的去吧 如果那高崖内 再敢前来搅闹 我就拼死给他 官人 如果说你现在就跟我说 死去苍州 不能活着回来 那么我现在 就碰死在你的面前 说到这里 真娘一战圈 就要撞头 旁边林就赶忙就掺着他 真娘 真娘 你要多多保重 林冲这个功夫 他带着家呢 一附身 抓住真娘 真娘 林冲不能 让你跟我受罪了 一同 他担心一跪 真娘抱住林冲 夫妻两个是痛哭流泣 都说男儿有泪不清残 但是只缘内斗伤心处 痛别离 夫妻流泪 哭分手 寸断如常 两口子这一哭啊 周五一看着的这些邻居都哭了 张教徒在旁边也哭了 就连这酒馆里边跑堂的 看着都掉了内骨 哎呀 这两口子啊 这可是感情真不错呀 哭了半天 林冲说真娘 你多多保重 好 我回来 这公子张教头过来 把那修书就拿过来了 这东西不要了 修书给撕了 真娘就在站起身来 林冲也站起来 有没哭的没有 有 门口外边站那俩借差没哭 董超学吧 没眼泪 屋子里边的事他们都知道 为什么没眼泪 他那个心呢都在钱上 两人就合去十两银子 在屋里边聊这么半天 行了 到时候了 啊 该走了吧 薛霸在外面说了 哎 我说啊 你们屋里边有完没完 啊 别哭哭咧咧的 啊 我们还赶着登城上路呢 再走晚了的话 找不着遗寨 没地住了 啊 快点快点快点 林冲 别走了 这公子林冲 看着真娘说 真娘 多保重 我 走了 林冲转身心望酒馆外边走 真娘 以及这邻居们一起往外送 真娘眼巴巴的瞅着林冲 官人 你多保重 你多保重 金能儿搀扶着真娘 这一伙的人 把林冲 一直送到城门这地方 出了城门啊 这人站在城门洞那儿 用目光邀送 林冲 在两个戒签压戒之下 走三步一回头 走五步一转身 两个戒签说 行了 走吧 走吧 咱们快点 上路 别老回头看了 哎 咱们这也得分开 大家伙 在城门洞 一直看到林冲走远了 林冲回头瞧着 一直看不着 东京汴梁的城墙了 这才已低头 跟着两个戒签往前行进 林冲 老半天不言语 为什么 心事重重 他还在想着真娘呢 两个戒签 一边走着 一边说 这董超就说了 我说林教头 这回咱们能够一路同行 这也算是有点缘分 说实在的 在东京灭梁朝 八十万锦军 枪帮教头 林冲 这些有名有姓的人物 要是说平常 我上您府上去拜访您 大概您还未必能见过 现在呢 这是老天爷的安排 让咱们一路同行 而且啊 还得走些日子 此去苍州 得一个来月呢 啊 林教头 我们呢 这也是一种幸运 当然对您来说呢 这是一种厄运 林教头 您呢 脚步加紧脚 实不强瞒 我临走的时候啊 我妈嘱咐我 两个月之内 必须赶回来 因为呢 我妈要过生日 所以呢 您就得快点走 于是林冲 脚步加快 第一天就到了驿站 这驿站是什么呀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官府中办的招待所 宋朝啊 有的是五十里一个驿站 有的时候是八十里一个驿站 给这个宋公门的 出公差的人呢 等着住 第一个驿站住下 住下之后啊 林冲就觉得有点累 为什么呀 在开封府 明月挨了八十板子 实际上打溜五十来一下 那毕竟身上带不磅伤 走了这么一天 能不累吗 第二天一早晨 还得接着走 第二天又走了一天 又到一个驿站住下 这回住下之后 林冲在屋子里边休息 这董朝跟薛霸两个人 就在院里边合计 董朝看了看薛霸 薛霸看了看董朝 薛霸跟董朝说 哎我说 这是第二个驿站了 哎太尉 可这有话呀 多说五个驿站 少说两个驿站 咱这第二个驿站 咱得打主意了 怎么弄 董朝说怎么弄 咱得找个合适的地方呀 这阳关大道 能下手吗 你呀 办什么事啊 都想的太复杂 哎 林冲现在 相待长假 咱们就走到个地方 前后看看 没人的话 在河边 嘣给他一刀 拽到路旁边 树林子里边 就得了吧 你呀 什么事就都看得那么简单 我是学霸 这个事儿 可不能办扎月了 你别看 咱们拿了人家对金子了 越因为拿人家金子 咱越得小心 哎 那林冲啊 你现在是平常人的 你知道他 是什么职务吗 那他还有什么 那我 他不就枪棒教头 就枪棒教头 无意精通 你看他像不成带着长家呀 那俩腿 没锁着 他能走啊 一身好功夫 现在这林冲 就好像一只老虎 关在笼子里了 咱们 在这看着他行 你要想把他整死 不那么容易 你在笼子 放在身上手下 拿刀捅他 弄不好让他咬着 你 他怎么能咬着 怎么能咬着 你别跟咱俩人 要走到阳关道上 你要真在后面给他一刀 那个人眼光六路 二轻八方 你那刀还没得梦先一捅 他知道了 一转身 蹭给你一脚 就那两脚腿 就够咱俩忙活的 咱四肢胳 忙活不过他 你信不信 那你这说的悬了 那 所以说这事 不能操之过急 听我的 我告诉你兄弟 掌舰是吧 那到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明天再走 到第三个驿站了吧 这回到第三个驿站 咱不住驿站 咱住店 住店 在驿站里住着也不行 在驿站里住着 这驿站里有做工的人 他们都知道咱们俩 有个什么事情 议论个什么 容易让他们听着 咱们住店之后呢 怎么办 怎么办 然后再怎么办 啊 哎呀 你小子 这用的心机 可就太缜密了 那当然了 要想杀他 就得杀个利索 那陆玉侯不嘱咐了吗 得干净利索 不为人知 而且就让他 老老实实的在那等死 一动就动不了 到这份上 那才行 高 高 好 就这么点 这两个小子商量完了 转过天了一早晨 又往前赶路 这天 可已经就热了 第三个驿站 没住 过去了 到了一个镇子 叫王家集 王家集上 有一个王家老店 就住在这个店房里头 住到店房里面之后 林冲呢 走了这一天了 够累的了 所以 一到店房里边 斜着往那床上一躺 就在这缓乏 林冲在那躺着 他们两个人 就出去了 在院子里边 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然后 把掌柜的叫过来 掌柜的 掌柜的过来 哎呦 客爷 有什么吩咐 我问问你 明天 下一个驿站是哪儿啊 哦 下一个驿站 下一个驿站是马镇 马镇 一天能走到不 一天哪 差不多 很能走到 这不您怎么走了 您这个走路 这个速度有关系 再也说呢 您这个路也有关系 哦 怎么走能近一点呢 您要走近道呢 得穿过野猪林 您要不走野猪林呢 您就转着走 转着走吧 多走二十里地 但是呢 多走二十里地安全 要是走这近道吧 多少 有点风险 有点风险 野猪林 怎么回事 咱们这 走出那么十几里路吧 有这么一个大林子 名字叫野猪林 野猪林 这林子里边有野猪吗 林子里边 怎么说呢 他现在也没有野猪 他当年的这么回事 这话说起来呀 这是我 我爷爷 他姥姥的爸爸 说过这事 他说呀 当初这片林子吧 什么都没有 挺好的 挺安静的一片林子 行路的过往客商呢 都在这个林子里边穿着走 尤其是夏天 夏天天不热吗 一进这个林子呢 倒又近 还凉快 都在那走 说那年呢 也不是从哪 就来了那么俩野猪 这俩野猪啊 还是一公一母 他俩呀 就到这林子里边 一看这地儿不错 他俩就住下来 他俩住了之后啊 这俩野猪啊 大概就在那里边 就结了婚了 结婚之后呢 就生小猪咋了 这野猪一窝生多少 咱也不知道 反正是生了不少 一来二去的 越繁衍越多 好家伙 这林子里边就敬野猪了 这来往的客商不知道啊 走到林子里边 就让野猪给嚼板了 哎呦 开始不知道 后来大伙就都知道了 这帮野猪啊 把这些来往的客商 吃的是白骨便利啊 这当地的官兵知道这事了 说这怎么办呢 说在这个林子口上 立桶飞 上面刻上三个字 野猪林 刻上三个字 让过往的客商知道了 就别往里走了 可是这走道里有很多 他不认字啊 你就立那个飞也没用 他还往里走 还死人 那是哪年了 我听说呀 官府真急了 也不调动了几百官兵 骑着马 拿着弓箭 拿着枪 拿着刀 就一起进林子里边打野猪 去 足足打了半个月 据说呀 把这林子里边的野猪啊 给绝了肿了 可是 这野猪绝了肿了 这林子呢 还叫野猪林 走道的呢 有的胆大的 城邦接火的 白天 赶在这林子里边走 要是担心人啊 就不赶在那林子里边走 他们生怕 再碰见 没杀完的那野猪呢 啊 到底有没有 没杀完的野猪 哎 那反正最近 没听说那林子里边出事 哎 这就看你有打没打了 哦 好好好 谢谢您 谢谢您 跟掌柜的打听完了 掌柜的走了 董超看看学霸 我告诉你 野猪林 这个是个好地方 平常人不敢走 咱们哥来赶走 明天 咱就把他带到野猪林里边 怎么样 行 行 就这么着 你先办这事 好 哎 哎呦 掌柜的 掌柜的一听 哎 二位 有什么吩咐 我说我们住你这店里边 那西郊水在哪啊 啊 西郊水啊 哎呀 我那伙计哪去了 这伙计 刚才在这晃 西郊水早给您烧好了 就在后边的厨房 俩大锅 其中有一锅 就是温的西郊水 我让那伙计给您打去 学霸一听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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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我这个人在家里面 都是自个儿打西郊水 学霸迈步 就进了这厨房 进了厨房一炕 一看俩大锅 那锅 可能是做饭子空着的 这个锅一扇锅盖 这里边有半锅水 一看造坑里边呢 还有剩下的余火 这小子拿手指头 往这水里边一试 这水温呢 洗脚正好 但是他把锅盖盖上 把旁边的柴火爆过来 塞到造个坑里边 把它重新引着了 这火他又烧起来 他在烧了一会儿 锅里边的水 他就开了 锅里边水这么一开 然后他拿过一瓦盆来 拿一个瓢 哗哗 咬了两下的水 端着这盆就进来 进到临冲这步之后 往床下一放 临教头来 接着把洗脚 把临冲的脚拽过来 这鞋一拖抓过来 脚脖子 往这水喷了 喷的一按 临冲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